所以阿弥陀佛用方法巧妙到基础 完全让我们的杂念回归到音念 一心专念 他用这么一个方法 妙极了 简单到基础 这音念是什么 通通归阿弥陀佛 但是阿弥陀佛要相当的 不是归他一个人 不是个人崇拜 你说个人崇拜那就错了 不是 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得好 你看这些年来 三十几年这是我提倡的 现在在全世界流行 中逢禅寺 开始一堆两句话是得好啊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这个开始不得了啊 登风造极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念我自信的 我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此土啊 说出来的时候一点点私信都没有 自信迷陀 唯先进土 念迷陀是念自信 求生极乐世界是求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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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是变的 这个道理要懂啊 你就晓得念佛不是你信的 念佛不是个人崇拜的 他没有个人 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不为自己 为自己跟他理论基础上不相应 我们求生极度 请进阿弥陀佛 是为一切众生 是为集成这个法门 沉传这个法门 用这个法门来帮助一切众生 在一生当中语言成佛道 这是一切祝福菩萨 佩服到五体头地 所以激励赞叹 你看祝福让德 灵归衣服 大家都推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领导一切祝福 帮助一切众生 过过臣服 是第十七月之陈九月 祝福散叹 意味 佛福到头 所正平等 无有高下 这是真的 成佛之后 一切平等 跟阿弥陀佛也平等 没有例外 但是念佛往生的法门 这是阿弥陀佛 这是阿弥陀佛 他的方法 他的妙法 不共之妙法 就是跟其他一切祝福不同 这是他独有的 这个独有的方法不是他想出来的 是他在参访一切祝福插头里面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那些方法人不容易学 要找一个最容易学的方法 那就是把意念集中 至先一出 无死不半 这个原理是一切祝福都说过的 如何把心念集中在一处 他就用名号 阿弥陀这名号好啊 翻成中意思匮乏 不是不能翻的 是尊重不翻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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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无量求 每一尊佛都是无量求 每一个人都是无量求 祝福无量求现前了 不迷了 我们的无量求被迷障碍住了 所以无量求是一切众生的信德 念无量求是念自己的无量求 也是阿弥陀佛的无量求 自他是一不是二 这个里头含义都深啊 所以这个是不共妙法了 固其利益也是不共的 这个利益无量无边 我应该是不共妙法了 没关系 我应该是在这边的